各位朋友大家好 因為冰箱有開一個牛肉麵社團 現在已經有兩萬七千多個會員了 最近忙著吃便當就比較沒有時間 再去外面吃牛肉麵 跟大家做情報 既然如此就 再加開箱泡麵給大家看 因為市面上那個牛肉泡麵 非常多 基本上就是 比較常看見的就是那幾款 但是像未未一品 它最近就是 有出一系列的那個 也是牛肉泡麵 但是它裡面的 風味跟麵體煮成都有些許不同 那今天跟大家介紹這一碗就是那個 極品紅燒牛肉麵 這一碗就是 它的價位就是一般般 大賣場買大概就四十幾塊 雖然都是牛肉麵 但是它跟它那個主打的那個 我們大家最常吃的那一包是什麼 原汁 原汁紅燒牛肉麵 跟那一包就 其實味道是不一樣的 對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 看這一碗 有一個 五幾品紅燒牛肉麵 然後也一樣是 有一個 調理包 那極品紅燒的調理包 是白色的 就是沒有任何圖案 然後這個是油包 這個油包就 看的出來裡面還有 還有料 然後再來是那個 這個湯粉包 那它的麵體喔 我拿出來看喔 它的麵體跟一般版的牛肉麵不一樣 它是扁麵 對,這個是泡來是扁麵 首先倒進那個調味粉 你看它調味粉的顏色 是這個顏色的 再來就是這個油包 它這個油包裡面好像有酸菜 我自己啊 我自己喜歡加一點蔬菜進去 就燙一點青菜 比較均衡 顏色也漂亮 好,那我們現在就把水沖下去 然後沖到裡面那個碗,有一條線在這邊喔 有一條線 沖在就好了,不然會 那個湯頭味道會不太夠 然後就這樣 蓋上去齁 然後靜置 3到5分鐘 3分鐘到了我們來 看這個麵 好 好 我先把它拉拉了齁 把它弄上 大家看這個湯的顏色就跟那個 真味 那個什麼 原汁 紅燒牛肉麵 這個湯的顏色不太一樣 好 再來看這個肉包 肉包 我先把汁倒進去 我要看它裡面的肉 我這個湯倒下去 那個喇喇那個 湯頭又不一樣 這比較像牛肉麵 然後來 看它的肉喔 看到沒有 稍微小看這邊看 這是這碗泡麵的肉 那以當今的那個 泡麵的水準來說 現在算多了 那都是肉屑 這是肉 這是它裡面的肉 我個人還喜歡灑一點蔥花 這是那個幾品紅燒牛肉麵 味噌的 味噌一瓶 好 那等一下來試吃給大家看 好 那我們就來吃這一碗 味噌一瓶的幾品紅燒牛肉麵 這邊 首先就是那個 來 這是它的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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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麵條的部分啊 是蠻Q的啦 我覺得 其實味味的那個麵體我一直很喜歡 它就是泡的一段時間 就比較 它不會說 泡 在糖體酒就變很 就是糊掉這樣 這一碗我除了 加了小白菜跟蔥花之外啊 其他調味都沒有動 然後基本上它 的口味算是比較濃郁的 所以它的湯蠻濃的 然後再來就看到它那個 牛肉塊 原汁的那一款比 它的牛肉算是有誠意的 至少是肉塊 你看它風味的話 還是 比較重一點 還是牛肉的風味比較重一點 記得那個泡麵啊 水就是 加水就是加到裡面那條線 這樣調味才會剛剛好 那這一碗冷湯頭就還蠻不錯的 其實說真的啊 這種泡麵已經 贏過很多那個 其實我覺得它口味比一些 耗成名店的好吃 OK 它就是介紹給大家這個 微微一瓶的那個 極一瓶紅燒牛肉麵 那7分有賣了 大概 7分那一 一碗好像五十幾塊吧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為止 掰掰